这个黑人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白人少爷带走 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女人的儿子意识到不对劲 冲过去想要保护母亲 不料被父亲强行抱了回去 并警告儿子 千万不要得罪少爷 三寸钟后 少爷衣衫不整地从母屋走了出来 见儿子怒气冲冲地看着少爷 男人担心儿子会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于是鼓起勇气跟少爷打了一声招呼 少爷听到声音立马转身 二话不说直接掏出手枪 开枪将其击毙 少爷的母亲纹身赶来 这男人已经彻底断了气 他赶紧要正在干活的黑人挖坑将男人买了 也许是为了给少爷赎罪 老夫人走到男孩身边 告诉他以后不用在地里干苦力活了 自己会将他培养成一名仆人 老夫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无意见的一个与动 竟然彻底改变了男孩的生活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当初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高大的少年 每当看到少爷的脸 塞希尔就会想起自己那死去的父亲 他知道如果继续待在这里 只会落得跟父亲一样的下场 于是塞希尔找了老夫人 请他放自己离开 老夫人答应了 就这样 塞希尔终于离开了 这让他感到窒息的地方 但他没想到的是 外面的世界比他想象中的要残酷百倍 很快带来的干粮就吃完了 而塞希尔还没找到工作 这天夜里 饿了三天三夜的塞希尔偶然路过一个橱窗 看到里面摆着精美的蛋糕 塞希尔终究还是没忍住 一拳砸烂橱窗的玻璃爬了进去 巨大的动静引来了酒店的管家 好在管家是个好人 在得知塞希尔的遭遇后 决定留他在酒店当服务员 塞希尔的专业和谦虚 让管家对他刮目相看 这天管家找到塞希尔 告诉他有人邀请自己去一家更高档的酒店工作 但自己年纪大了 不想离开这里 于是自己向对方推荐了塞希尔 塞希尔一听连忙拒绝 但管家告诉他 趁着现在还年轻 应该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于是塞希尔答应他 来到这里后 塞希尔认识了自己的妻子 他们还生了两个儿子 这天塞希尔在工作室 突然被一个白人叫住 问他对黑人跟白人上同一所学校有什么看法 塞希尔立马说不应该放在一起 因为黑人是下等人 不配跟白人接受一样的教育 白人们一听纷纷大笑起来 因为他们听到了最想听的话 而塞希尔的谦虚再次给他带来了好运 在他下班回家后 老板突然打来电话 说他在酒店的表现得到了一个白人权贵的赏识 权贵想要介绍他去白宫工作 塞希尔开心不已 第二天一早 塞希尔穿戴整齐来到白宫面试 主管开门见山 直接跟塞希尔说自己完全不了解他 不想雇佣一个陌生人 但迫于压力 又不得不录用 塞希尔一听连忙说 如果雇佣自己让主管感到不开心 那自己也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因为主管需要的是一个符合他标准的员工 主管很是惊讶 决定给塞希尔一次机会 于是要他分析一下眼前这瓶酒 塞希尔滔滔不绝地讲出了这瓶酒的历史 塞希尔失去地走了出去 他来到后厨 发现大家都在看新闻 原来一群黑人学生故意坐在白人专座的座位上 试图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态度 但等待他们的却是牢狱之灾 就在抓去监狱的车上时 塞希尔竟看到了自己的大儿子 他连忙来到监狱将儿子保释出来 随后塞希尔叮嘱儿子下不为例 他们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但儿子态度坚决 表示自己会为黑人的平等分担到底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最终不欢而散 很快儿子再次被捕 塞希尔得知此事后立马打电话到监狱 跟儿子表示只要他不再参与维权一事 自己立马将他保释出来 但儿子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塞希尔顿时气愤不已 真的没有再管儿子 两人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 他怎么也不理解 为什么儿子放着好日子不过 要跟着人家一起闹事 但很快他就改变了看法 男人嘲笑父亲就是白人养的一条狗 这让母亲忍无可忍 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恶狠狠地告诉男人 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这个他干不起的仆人给他们 如果他不想珍惜 那就立马离开这个家 男人一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加入了当时的黑暴党 继续为黑人们的平等权益奋战 很快母亲就后悔将儿子赶出去了 但碍于面子 他只能每天用酒精麻痹自己 小儿子夹在中间也很难受 一边是为了他们无私付出的父母 一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 最终他选择参军前往越南战场 远离着压抑的生活 让塞希尔没想到时 几天后他们就收到了小儿子牺牲的消息 夫妻俩悲痛欲绝 但又无可奈何 一转眼又是几年过去了 美国总统里根上任 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找到塞希尔 要他以自己的名义提议 给在白宫工作的黑人声信 甚至还邀请塞希尔带妻子参加部会 这让塞希尔十分意外 以为总统会让黑人们享受到平等的权益 但他终究还是错误了 在接下来的南非法案上 里根公开否决了黑人的平衡权益 这让塞希尔非常失落 他想不通 为什么总统要先给他希望 然后再给他致命一击 在一个休息日 塞希尔带着妻子来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农场 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要离开 如果自己继续姻缘 下场还是跟父亲一样 于是他下定决心找回曾经的自己 回去后 塞希尔跟里根提出了辞职 里根对他非常满意 于是不提挽留他 但塞希尔态度坚决 里根也只好作罢 随后塞希尔找到正在主持抗议活动的大儿子 告诉他自己想加入他们 大儿子非常惊讶 小心翼翼地提醒塞希尔 这样做会让他丢了工作的 塞希尔却云淡风轻地告诉儿子 自己已经辞职了 他已经弄丢了曾经的自己 现在不想再弄丢儿子了 儿子一时雨色 只能用拥抱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塞希尔跟着儿子四处开展抗议活动 哪怕被抓进监狱 出役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开展抗议活动 好在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2008年 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上任 塞希尔得知此事后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随后塞希尔受到奥巴马的邀请 他穿戴整齐来到白宫 一个仆人连忙过来陪他带人 塞希尔直接拒绝了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了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通过塞希尔的内心变化 来讲述美国黑人的平等权益来之不易